神術是羅網 大家還記得 沒錯 但要出病 對 要出病羅網 妨礙著牠 叫牠不要生病 還是鎖著牠 讓牠的病不會離開 兩個方向 就要看牠有沒有這樣的衝擊力 快來快去 還是怎樣 廉禎和天婦在這兩個宮位 我們都知道命宮是楊良 一個是日照雷門 一個是平了 三角 已經下山了 太陽和天婦在一起 他們互相有干擾 守命的話 其實有很大的不是宅宮的病法 是用腦子 去讀書 去研究等 很容易在這方面都會令健康差 因為角度損套的精神 對 角度損套 而在宅宮的宮位裏 這兩顆是陰火 陽桃 有時輕的就是呼吸器官 因為兩顆精神互相可以調節 只不過如果你不理會 如果你理會 牠不會 不理會 牠才會變成藥症 特別是小時候 父母又不懂得照顧 弄到牠病後又不處理 又不調理 慢慢弄一弄一弄 不知為何就會形成了 這個要很留意才行 廉晶天虎對七殺 如果沒有其他星 又不會發展到很大的意外 但是如果一加一顆天形 即我們稱為天形這顆星 那就不同了 在七殺這個宮位也可以 在廉晶天虎這個宮位也可以 因為七殺已經是一把刀 在羅網裏面 但不夠力 加多個天形的話 即是展開羅網 就令牠跌受傷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要加天形 反而如果是火靈的話 就不能令牠有這種效果 扔回牠位 即是一個外傷 因為是內傷 有些分別 大家要留意 當然 火靈很容易受其他星影響 不限政要 有時跟其他一起的雜擾 也一樣 譬如 如果跟陀螺一起 可以下龍痛 天德很簡單 對 沒錯 如果天德 天悅一起 就會大便出血 這就是星仔的影響 如果陀螺零星一起 就麻煩 膽病 喉病 即是很難醫很難好 一起來 大家就有空去研究星仔的作用 總之 連虎一起 都是偏向天虎星的病 出現會比較多 沒錯 沒錯 好 大家都很清楚 天虎這顆星是騙工 會出現甚麼情況 下一次會說哪顆星 記得繼續留言 依我們知名律師華之味 下次再見 拜拜 全球首個道教電視頻道 道 通天地 www.taoist.tv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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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